嗨各位 今天一早要搭乘香港航空从台北到温哥华 中间在香港转机 从台北起飞到着陆温哥华 全程耗时约是16小时 影片只有7分钟不到 我真的对你们是友善包容还有爱护哦 跟着然然和我一起出发吧 首先登机可以看到空服员一律穿着直到爆的制服 我又不小心一个左转 先偷来商务舱感受一下有钱人的氛围 商务舱连空气都是香的 色系则跟经纪舱同样一路红到底 商务舱的枕头、棉被 连安全带都是厚板招待 柔软度很不错 就是上面这个头靠真心难斑 直接放弃前往经纪舱寻找自我 港行的经纪舱一样是红到爆 再挂个村联你真的会以为在大过年 对了我们发现经纪舱没有电视哦 但毕竟要到香港算是短程 没有娱乐系统是可以接受的 两个小时可说是一言瞬间我可以的 哦还有这个 经纪舱有个像防水玉莲材质的卫生头巾 不得不说有点像贴头上的那种符咒 然然是个很爱自拍的人儿 我只想跟她说你荧幕下面已经都爆掉了 保护卡也卡了无数的脏屋都黑黑的 真的可以换了耶 再来可以看到香港航空的空姐 实气沉沉的解释安全逃生说明 看着她拿着最时尚的黄色笔记尼 空姐充满无奈 但还是要静折的展示过后 把她挂上肩膀 记得绑好跟吹气 如果不幸没有绑好 或是充气故障 你一定要紧抓隔壁邻居 绝不放手 你是李奥 我是纳多 没有人会孤单 你懂我的意思吗 多久定位之后 然然抢先开睡 很不幸的就快要发放餐食了 食物的味道这么重 想睡也睡不了 空姐就这么的丢上我们的餐点 照观例 一杯水 一块凤梨酥 然后那个餐盒 真的无告失哦 我的奶油桂花手开了半天还在弄 然然都已经开吃很久了 终于打开了 是简易版的红酱意大利面 说真的还蛮好吃的 就是那个凤梨酥 表现真的太不优秀了 印象中非常的干 凤梨馅也很不美味哦 OK 直接一瞬间到香港 不想下飞机也得下 我们没打算在机场吃东西 也不想买东西 索性就直接先去柜台化位了 不得不说 香港的地情非常不友善 我跟然然话都还没说完就被打断 叫我们去别的柜台 他们好了 老娘就是要转机才会在这个柜台化位的OK 办好之后 素素来到了登机口 对了 NOGO 在登机室坐在我们隔壁的男子友认出了我 然后打了招呼 印象中我有礼貌的回了个招呼 但因为我还是个怕生的孩子 好像没有很热情的多聊两句 跟那位先生说声不好意思 还有谢谢你希望你的旅程一切顺利哦 马上登机后首先看到的 依然是一身指导爆的空姐 再来是少了春联的过年机舱 快速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后 终于看到刚刚短程飞机没出现的枕头跟棉被了 枕头有卫生外装 棉被则是那种毛绒材质尚有保暖功能 坐下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连长途飞机也没有电视吗 十几个小时要我怎么熬 跟然然立刻翻了一个大把眼 但是然然你的瞳孔放到偏太大了 根本看不到你的眼白耶 只好先来看看贴心的机舱舒适包 首先拿出的是长袜一双 我有问过空服员飞机没有提供拖鞋 所以大概只能穿他们附送的袜子了 其实还算挺舒服的 再来是眼罩 但是我有上睫毛膏所以也不能戴 牙膏跟牙发还有耳塞算是蛮贴心的 好的说好后我们即将起飞 起飞后二话不说先睡一泊 但马上就被叫醒并且取得了这个东西 还有耳机 没错我们获得了一台电视 太好了刚刚的白眼可以翻回来了 原来港行的长途娱乐系统是用平板代替 对不起香港航空我们误会你了 这边帮大家翻译一下 荧幕上的合理活电影就是好莱坞电影的意思哦 翻译有没有质感是不是真的差很多哦 姑且不论难听的翻译 电影种类真的是很多而且也都很新 我不觉得你们想听我一步一步介绍 姑且就先给个好评 所以你们可以理解里面的电影都是上等好片哦 也有各种音乐类型可以选择港行棒棒的 然后很快的空姐就把飞机餐又送上了 真的是很怕我们饿着 先不管那个菜了 这个乱流真的有一点太大了 我的咖啡都被撒出来了啦 谁敢动我的咖啡我就跟谁拼 我先徒手护咖啡要紧 菜菜的部分可以看到有简单的前菜跟面包 主餐则是鱼肉马铃薯 全餐大概是长这样 右下角有个超好吃的甜点 港行的餐点我们真的要给高分 都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CP值都非常的高优哦 刚刚说的甜点就是这个很厉害的橘子巧克力慕斯 有点偏甜但真的很好吃 对了港行没有提供鲜奶 于是不喝黑咖啡的我只好硬拿了奶球123号 加了过多奶精的咖啡 配上橙子巧克力慕斯 真的是绝配 好点心就是要配好恐龙 还有好赛哥 然后港行就把灯关掉了 意思就是要吃饱和足的我们赶快睡觉 不要再按服务零了 搭飞机很早起的我们因为很累 所以也就很配合的睡了 睡到一半的时候又再度被叫醒 我的天哪 怎么还有吃的 到底要吃多少 先说吃这餐的时候我完全选错电影 我挑了姐姐的守护者 没错 就是小说很畅销 然后翻拍成电影的那个 但其中的姐姐因为生病了 在影片中有许多呕吐的画面 哦哦哦哦哦哦 这让我有一点体会不到这餐小pizza的美味 但是错不在pizza呀 不可置信的事情要发生了 只是小睡一下而已又被叫醒了 因为飞机餐又要来了 沙咽 起来绑个头发准备进食 但是完全不饿啊 到底要怎么样啊 疯狂送餐有一点崩盔 這是我們在港行吃的第四餐了 各位,第四餐哦 And now I have to introduce you the in-flight meal again I know you're tired of it, so I'm just going to make it short Strawberry yogurt, water, bread as usual And this is your American breakfast, the end Nice one, and we finished all of them 怎樣?夠短了吧 結論就是這一餐也是相當的美味 港行的機上餐飲必須給高分的 幾經波折 經歷了無數個飛機餐還有幾頓小睡之後 我們終於來到了加拿大的溫哥華 因為時間的關係 出發的時候是早上 到達的時候又是早上 升星皆已需拖 但是絕對不能睡覺 因為如果不撐到晚上再睡的話 時差就會拖很多天都調不過來 那這次的飛行影片就到這邊了 我也累了 接下來的加拿大跟美國vlog 我們再見囉 拜拜 對了 這是加拿大溫哥華機場裡面養的水母 很可愛吧 拜拜